伦北的道士館因为年轻失与空间不足丁丁的问题 造成乡亲到道士館没法好好来看起 在伦北的乡公所这期争处之下 台所企业未了企业公司 关键畜业金来认建新冠 提及乡亲竟有一个外套环境 未来进一步先为伦北帝室文化的新代表 为了新的伦北的乡亲里道士館的工庭作业 可以顺利 今天是特别的宜人的基盘党肚典内 现中坚加时来了很多党官官员前来参谋 所以这个规定内内我相信是一波三折 但是终于充实党有地位还有派对 代表会我们的副主席理务主席定代表来支持 台所来支持完 所以今天可以进行下出第一步 现在伦北的乡亲徒乡官已经使用四十万年 除了建中本身太过劳苦 没这个空间也不适合现在的外套需求 他们处理伦北的乡亲公所都立正出一页 台所去亚白料汽店公司是補助四千六百万来关建新冠 图书馆就要三楼总共投资有四千六百万 那今天开始动图以后呢 预计明年九月份就可以完工 我们希望完工以后 轮达这个小朋友大家都有一个更好更好的读书环境 不过新冠已经在每年后半年完工 并车上的几位先开方式的空间 另外维着乡学校二会需求 将会增加多长旅行的外套需求 和新冠可以是一个道工人的读书馆 图书馆已经有四五十个历史 但是因为有西京也有老虎 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的公民很希望有新的图书馆 这家人很感谢 让我们民间的企业 愿意这样出租来兴契 让我们轮达的主题 有一个真好的设施 看起来好的所在 好事多么了 也终于当工了 他们台俗也承诺 在民意的新建的图书馆 希望这个图书馆 可以带来我们轮辈 进行的发展 让轮辈变得不一样 感谢台俗的资计 既然新的图书馆更新意 可以提供乡亲近感幼稚的外套环境 进一步行为轮辈 第四分派的新代表 既然您配音 蔡宏不得